今天要去跟水岩去看一下那个糖尿病的医生 那个人生糖尿病 然后在去看医生之前呢 我得先去开车去接他 但是在开车之前呢 我得先骑着这个scooter 先去他们学校那边把车开了 因为今天水岩早上出门比较早 因为他们今天有一个一天的培训一整天 然后中午稍微的休息一会儿 然后我们就趁着中午这个时间约着这个看糖尿病的医生 然后我这样开车去接他呢 他就能够节省一些时间 就不用他来开车接我了 我现在先用手机把这个车给启动了 这样待会儿过去车内就比较凉快 今天又是一个三十多度的高温 到了 今天车停在这边的停车长 车还凿着的 现在应该是挺凉快的车里 因为今天水岩他们是在学校内部的教室做培训 所以他就把车停到了这边 在校区这边的停车长 之前是也是停到诊所那边 来啦来啦 迈着矫健的步伐 挺着圆润的肚子 Hello my dear Sorry Thank you for picking me up 好痛 是吗 你忙没结束是吗 还有半个小时 OK 所以我也就错过半个小时 还行 行 那我们快走吧 今天上课还遇到了我的同事 然后他说 你终于看起来像怀孕 然后另外还有个老师说 你能看起来他已经八个月了吗 隐藏的太深了 然后我说我还要去看医生了 他们还不让我继续长胖了 到了 就是这家医院 这是我们之前住的地方旁边的这家大医院 这是普罗佛唯一的一家综合型的大型医院 正好我们也顺便来探探路 后面生产就是到这里 第一次进美国的这个大型医院 四楼马上 刚刚护士给抽完血 然后直接就在这个机器里边开始检测 看完医生了 他们这个医院还给提供了一个翻译 就提供了一个线上的翻译 就是我们在跟医生对话的时候 他就从外面推进来一个那个车 上面有一个屏幕 然后有一个线上的 可以说普通话 可以说英语的一个翻译 给我们进行了一些翻译 就是有一些 这种医学词汇 水盐也不是很明白 确实还是需要一个翻译来详细解释 比如说什么 疑线 甲状线 胰岛树 像这些我连中午我都不知道怎么洗 小医生给开了一个那个血糖监测仪 就接下来你要每天扎六次 恭喜 然后他那个血糖仪是要去药房拿的 他们这边就是医院跟药房是分开的 然后所有的药 还有包括血糖仪这些 都是在其他的药房去拿 然后共有几家药房可以选的哪个镜就选哪个就完事了 然后我们下午等水员下课了再去拿吧 刚刚吃完晚饭 然后我们现在要准备去药房拿那个血糖监测仪了 那个药房是营业到后半夜的 半夜一点多 所以也不着急 到了挺大的一个药房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这个 这是租影片的吧 看这是一个自助租影片的机器 现在还有人租这个影片吗 还有购物车 还有化妆品什么的 口红 怪不得这么大 所以这就只是个超市 并不只是一个单纯的药房 你也可以去Cosco去 是吗 Cosco也有药店 这里排着这么长的队 都是等着拿药的 拿到了 因为我们的保险是没有扣费的 就是不需要自己出钱 这个保险全包 所以我们没有给钱 只需要出示一下你的名字 不是出示 就是告诉他你的名字 然后生日 然后出示一下社保卡 对 EBAO卡 那个主方医生已经发到这边要发了 所以我们直接登记好就可以拿了 还是挺方便的 而且他这可以Drive through 就是可以开车拿不下车就可以拿到 就是每顿三餐 餐前餐后 所以就六度 后面再减少 先走吧 回家照手指 哈哈 哈哈